皇宫重敌 不可东张西望 我不东张西望 怎么知道自己在哪儿啊 这景不就是给人看的 看一次 转一次 不看就亏了 王爷 五公主拒绝惩戒 听说五公主不服本王的惩罚 那她昨日也在皇叔府上闹呢 为何皇叔不罚 你怎么知道王爷没有罚我 你走之后 王爷可是亲自来罚我的 打得我全身上下都是伤 若不是皇上召见 这会儿还躺在床上 臣你多谢王爷亲自教导 这女人 她好胆胆 拉下去 戴下去 按幽王说的办 你这气色似乎好了一些 莫非有什么好事发生不成 好事 五公主擅闯游王府 在府上撒泼算不算 你现在在阿爷的府上 嗯 借住几日 借住 朕记得你是平原侯府的嫡女 何时沦落到这般地步了 回皇上 我虽是平原侯府嫡女 可这次过得并不好 住的地方也被雷劈成了废墟 走投无路之下 是王爷看在臣女母亲救驾有功的份上 暂时收留 待房子修计好了之后 自行离开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朕这个弟弟啊 清冷寡欲 想不到也有好心的时候 你倒是个例外啊 回皇上 郡主防我倒塌的时候 王爷正最踪刺客 恰逢路过 被郡主砸伤了 是以郡主 是以功代偿 郡主 圣上面前不可说谎 这 这 这不是有伤自尊吗 我也要面子的呀 眼看 午膳也要到了 不如 阿爷就留下来 陪皇兄用膳吧 人类 没胃口 回去 就这样 赫连夜直接带着江银离开 全城都没有给皇上好脸色 奇迹的是皇上也并未生气 面色平和地看着二人 跟上去 有人跟来了 以尼宫返强 是个高手 对吧 好 好 就好 点